好 記者目前仍舊位在台北市的刑事警察大隊 警方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是到了桃園的一間飯店 逮到了一對夫妻 而這對夫妻是因為他們遭忍到檢舉說 他們在網路上販售這個黃牛票 警方調查發現這對夫妻 看上最近藝人周杰倫 因為要進行這個世界巡迴演唱 因此進行了這個售票開賣 短短的五分鐘所有的票都被搶空了 所以很多民眾因為買不到票 所以上網搜查 看看有沒有哪裡正在販售這個票 但是這對夫妻就是在網路上 號稱說他們是全台最大的販售平台 並且粉絲的人數有高達了5萬人左右 而他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 就販售了將近200張的門票 而且這個定價都比一般的正常價位 再來個高的三四倍 多等兩個小時就不法獲利 至少150萬元 而警方深入調查之後 尋找這個IP終於找到了他們 現在也都被逮捕依法送辦 警方也要後續持續的追查 還沒有其他販售黃牛票的業者